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好啊 歡迎繼續觀看小小極限生存第十五星 接著上期視頻小小家的小麥塔見好了 結果電人線沒了 得 今天我小某人要讓他上礦洞之旅了 這次我選擇在家門口直接錄完十一層 畢竟電人線也是很好找的嘛 但是看到金子還削蛙的 這金子還挺多的嘛 下面還藏著電人線啊 這波很專這波很專 我好像聽到有岩漿的水影片啊 趕緊用石頭鋒上 先來燒些金子 這樣等一下才有金的好使用嘛 走了 挖礦去了 我現在所設的位置是十一層 我覺得我還是要小心點岩漿好 我去 這是岩漿盒吧 還真是我怕啥來啥啊 但是問題不大 一般岩漿周圍都會有很多電石礦的 嘿嘿 電石礦被我看到了吧 每一袋石桶下來 也只能用我勤勞的銷售來鋪路了 這麼多電石塊還真是美滋滋啊 繼續找我的電石塊 原來這十一層挖礦的收穫還是挺不錯的 這麼多點我就都像了啦 這邊還有一顆藍金石 哇塞 還有鑽石耶 藍金石也不只一顆啊 千年難遇的鑽石 我一定要好好來欣賞一下 哈哈 走囉 回去收我的金子了 有了金稿之 挖礦速度可計要快很多了 繼續出發尋找電石塊 呀 走路都能被我看到 岩漿下藏著幾顆鑽石 而且還是在剛剛挖煤礦的地方 我想我的這麼喜歡鑽石 轉眼就過來了 就是這個地方沒錯啦 下面岩漿那麼多我可要挖寬一點 哇 兩顆鑽石被我看到了吧 岩漿太嚇人了 蓋上蓋上蓋上 趕索下周圍的黃金鞋 哇塞 上面又有一顆鑽石 三顆鑽石還有電石塊 我想我的這也太幸運了吧 三顆鑽石收入口袋 美滋滋啊 只可是電石塊只有37塊 我這隻小熟熟又只能繼續挖礦了 我怎麼一直聽到有怪物的聲音啊 我想礦洞應該就在我前面了 哇塞 又有鑽石 往裡挖還有電石礦 美滋滋啊 哇 電石礦像還藏著鑽石呀 裡面還有一顆 敲開給你們看一下 這可是我第二次遇見 三顆鑽石連在一起的呀 等等 裡面 我的天啊 裡面還有一顆 小小今天的運氣爆棚啊 四顆鑽石連在一起 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 哇 鑽石的感覺真好 八顆鑽石 59塊電石塊 我想足夠我見個自動小麥收割塔了 小伙伴問你一次性 見過最多的鑽石是幾顆呢 好 拜拜 好 拜拜